大家好,我是阿斯卡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本周六将举办魁南署的人气投票 请密切注意本周六的公告 投下你最喜欢的角色一票吧 天挑五轮大舞会预赛的最后一战 南署遇上号称超冷圈的 闫娜亚罗16升 在此也出现了第三个牺牲者 隐庆 随后在面对三宝胜元宝的三元要超速 雷电一度陷入苦战 最后也利用错距效果的原理 打倒三只猴子 三宝胜的元宝终于要亲自上场了 比赛开始前 他先命两名僧人拿着两根很长的竹竿 牢牢的固定在雷台上 原来他的招式是在竹岭才能尽情的发挥实力 而现在这两根竹竿正好代替竹子 接着元宝甩动一条带有皮绳的爪子 使出颜娜亚罗奥义 咒服甲将爪子抛向雷电 雷电闪过爪子后 爪子勾住了一旁的竹竿 元宝跳起来将皮绳 缠在自己的脚上 以竹竿作为支点 像时钟的钟摆一样来回摆动 对雷电展开快速的攻击 这攻击绵延不断 而且行动敏捷毫无破绽 但淘太郎更在意的是 另一根没有使用到的竹竿 到底有何作用 元宝一个翻身站在竹竿顶上 对雷电说道 差不多该让雷电见识 咒服甲的真正厉害了 随后从竹竿上一跃而下 原来刚才的攻击 都是为了隐忧雷电站在两根竹竿的中间 元宝司机将皮绳交叉 套住雷电的脖子 以极快的速度将另一头固定在另一根竹竿上 两根竹竿被皮绳用力一拉 雷电就这样被套住脖子吊在半空中 这才是颜纳亚罗奥义咒服甲的最终目的 雷电现在不但动弹不得 而且也无法逃脱 一旦他的双手力量减弱或放掉一只手 那皮套将会在一瞬间将他勒死 我倒要看看你能支撑到什么时候 首先要替不文元报仇 元宝一爪刺向雷电的左手 雷电立即血流如注 接着是为不言元报仇 说完又是一爪刺向雷电的右手 雷电只能忍住疼痛 继续用双手支撑的皮绳 最后是不见缘的份 我要挖掉你的眼珠子 那命来吧 大王生流奥义 资勾针 大王生流的特点就是从头发到指甲 身体所有部分都能练来当武器 练到往生为止 随后雷电的胡子突然动了起来 胡子前端的针直接扎在元宝的手上 趁元宝分神之际 雷电一个重腿直接踢在他的脸上 不过这几并没有对元宝造成致命伤 雷电目前依然无法改变现状 若不能征破皮绳 最后还是死路一条 反倒是元宝学了一次乖 他不会再给雷电有第二次反击的机会 我的高音啊 你们看着啊 老爸要替你们报仇啦 正当元宝要一爪刺穿雷电肚子时 右手突然手滑 连武器都握不住 雷电抓住这个机会 用脚扣住元宝的脖子 原来刚刚的针上有毒 元宝的右手已经麻痹了 现在连拿筷子的力气都没有了 咦 看 雷电实在太卑鄙了 一对一的对决竟竟然用毒啊 混账 你在说什么傻话 只有坏人用毒才能说是卑鄙 我们是正义的使者 就算来阴的来暗的 这都是我们以致取胜的 你懂不懂啊 接着雷电夹住元宝的脖子快速旋转 藉由元宝的重量使离心力加倍 想扭断扣在竹竿上的皮绳 只见雷电喊了一声大网声 两头的皮绳硬声而断 雷电利用离心力的强劲力道 顺势将元宝的身体撞向铁柱 这急让元宝全身的骨头碎裂 胜负已定 而这时雷电突然转身向后方走去 只剩最后一口气的元宝又再度站了起来 即使配上我这条命 我也要为我那些狗孩子报仇啊 元宝再度拿起爪子朝雷电冲过去 雷电竟然背对敌人连防都不防 被元宝从后面刺了一爪 你为什么不闪躲 看你的手不是已经麻痹了吗 看来下次我毒药要用强一点啊 再说你不要一直乱动好吗 我会包不好的啊 这时元宝才发现 雷电正在替自己的三只猴子包扎伤口 原来刚刚那招轮身莲华都避开猴子的要害 虽然血流不止 但紧急处理的话还是能保住一命 谢谢你雷电 在我长久的战斗人生中能在最后一刻与你揪手 我深感荣幸啊 说完最后的话后元宝就断气了 雷电将元宝的尸体带到猴子身边 随后空中突然出现一个声音 三只猴子 GET TO DAZE 雷电干得好啊 不愧是蓝鼠的三面拳 不过你的手流很多血 赶快让飞燕帮你紧急处理一下 你救了这些猴子真的好吗 这些猴子一看就是会恩将仇报的那种 应该斩草除根才对啊 没那个必要 古人不是有句谚语叫穷猴莫追吗 雷电刚刚说在讲笑话吗 看害我们频道的品质下降很多啊 别管那么多了 这次轮到我们出场啊 没错 不然老是站在这边看啊 否则就没机会表现了 对 你们是没机会出场了 什么 是伊达 三宝胜的最后一个就交给我对付了 慢着伊达 你怎么可以出场啊 都已经轮一圈了 难道我们只是后补选手吗 你们两个别冲动啊 现在只是天挑五轮的预赛而已 你们是决赛要用到的王牌 也就是我们男俗的秘密武器 哦我们是王牌吗 而且还是秘密武器耶 万一你们有什么三长两短那就不好了 喂你说的有道理耶飞燕 好啊天挑五轮的决赛就包在我们身上啦 伊达这些小角色就交给你对付了 哈 干飞燕你实在是一只嘴吼嘴了呀 伊达走上擂台之后 对手竟然不是龙堡 而是颜纳亚罗其他的僧人 而且还抬着一柄又长又重的场枪出来 我的对手不是三宝胜的最后一人吗 对付你还不必老粉龙堡出手 我要用这支金刚枪啊将你劈成两半啊 只见这群僧人竟然开始叠起罗汉 最后变成一个组合的巨人 此招名为颜纳亚罗秘技巨枪斩瀑斧 随后巨人挥动长枪朝伊达攻击 伊达眼睛一亮用舌侧枪的枪间抵住了金刚枪 这招根本是抄袭月光的残开针点啊 接着伊达将枪间插在地上 来了一个撑杆跳 直接跳到巨人的头上 一招霸极流千封城 从上面刺下来 轻而一举的就解决掉了这十个颜纳亚罗的高僧 看到这群人叠在一起死啊 还真是有点搞笑 三宝胜的龙堡快滚出来吧 你亲自上场来验证我真正的实力有多强啊 哼哼哼你蛮有自信的吧 突然龙堡无声无形的就来到伊达的背后 连伊达都对他的本事给予肯定 龙堡使用他的双刀夹起一颗石头 使出颜纳亚罗双龙百五刃 只见石头在他的双刀之中 慢慢的被削去外皮 最后像豆腐般的被切成三个正方形叠在刀上 龙堡的确是高手啊 而且你看他的发型是极无法 你看你不是瞎子吗 极无法 在古代中国拳法界 有以头发的解法表示本领高低的制度 段位从上开始是甲无法 乙无法 丙无法 而最高的境界则是极无法 外表看起来是简单的发型 其实得经过高难度的修业 功夫达到最顶尖者 千人之中只有一人才能得到的荣誉 以上再次太公望苏灵刊 世界头发大拳 不过伊达对这种余性节目一点都不感兴趣 他叫龙堡把那三块石头丢过来 随后也耍了一段精彩的枪术 将三颗石头串成一串 此为霸极流奥义点兵险 你这招也没啥大不了的嘛 用枪的十个有九个都会啊 还给你仔细的看清楚吧 伊达将三颗石头丢回给龙堡 这才发现原来三颗石头都被长枪赤成的骰子 哼 你这招也只是小把戏而已 星仔跟刀仔都会啊 就让你尝尝我的真功夫吧 龙堡拿出一个装油的瓶子 倒在双刀之上 接着使出一招 颜纳亚罗奥义双龙滑萨刃 把双刀当成像冰刀一样在地面上滑行 以极快的速度展开攻击 现在知道我极武法的厉害了吧 我的攻击已经快的让你毫无招架之力了 你已经被我逼得走投无路了 如果你以为我只是一辈的逃跑 那你就没资格当极武法了 原来伊达早就在地上挖了一条勾 让龙堡的刀陷进去 而且直直地划向铁柱 幸好龙堡的反应够快 脚蹬在铁柱上一个翻身躲开 不过伊达也趁此机会补上一枪 刚才真是好险 你这招应该已经无法再对我使用两次了 你在干什么 打到一半还有时间在那边擦皮鞋啊 等等等等 你手上拿的那个难道是我的极武法 即使在打斗最激烈的时候 也要注意自己的外表 这才算是时髦的男人啊 笑死人了 那个叫什么极武法呢 被伊达割下来擦鞋 What a fun 竟然比我还要快擦皮鞋 可恶啊 是你逼我使出这个招式的啊 只见龙宝从背后拿出一罐黑色的粉末 然后张开大嘴将黑粉吃了进去 使出炎纳亚罗绝对秘技 袍龙笑颜土 他先是将吸入体内的黑色粉尘吐了出来 接着双刀互相碰撞产生摩擦 黑色的粉尘竟然起火燃烧 原来这些粉尘是含有火药成分的黑炸成 伊达没料到会有这一招 胸前被龙宝砍得喷出鲜血 袍龙笑颜土 在中国拳法里被当作异类的 蓝家南宋派所创的秘术 他的特色是吸入黑炸成 并以极强的气势吐出的同时 利用左右两刀刮起火花 并使他着火放出火焰 再用双刀攻击金黄的对手 这个技法的要诀 是必须具有令人惊异的肺活量 若无法用气吹起距离十公尺外的蜡烛 就无法炼成 而黑炸成是硝酸甲气的维粉火药 吸入对人体无害 但稍微冲击就会着火的特性 用时必须非常小心 以上再至太公望苏林刊 中国拳法火之考察 面对绵延不断的火焰和刀的两段攻击 伊达身上频频的遭到砍伤 呵呵 已经分出高下了 流这么多血 你连站着都很勉强了 哦 我体内的黑炸成用完了 赶快来补充一下 从现在开始要给你致命的一级了 此时伊达紧盯着龙堡身上的黑炸成 似乎有所盘算 就在龙堡要再度发动攻击时 伊达一枪挑起了地上的头发 扔到双刀之间 由于刀刃无法摩擦 自然就点不起火来 伊达抓准时机补上一枪 不过这枪还是被龙堡的一个翻身给躲过 但伊达却说 他长枪看中的目标从来没有失误过 他要龙堡看一下自己的脚边 这时龙堡才发现 自己身上的黑炸成掉了满地 原来伊达攻击的目标是放黑炸成的瓶子 哼 你这么做也是白费心机 因为我体内残存的黑炸成 足以取你的性命啊 等等 你转身要去哪里啊 我们的比赛还没结束啊 胜负已定了 这么多的黑炸成集中在一个地方就够了 你的长枪怎么不见了 伊达用手指了一下天上 蛇侧枪突然从天而降 落在黑炸成处 瞬间点火爆炸 龙堡全身被烧成了一个火人 伊达不愿取他的性命 一脚将他踢落海底 男主又再度取得了胜利 画面一转来到了喜马拉雅山海拔7700公尺的 颜纳亚罗总寺院 有四名老和尚正坐在大殿中 透过神秘的力量观看这场战局 这些人都是颜纳亚罗的长老 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守护历任继承人的血脉 颜纳亚罗有一招秘书叫 彼岸怨咒沙 即使相隔千里也能以咒术伤人 只见其中一名长老拿出一个盒子 打开一看里面是个人偶 他能预见跟少祖交手的是个绑头巾的男人 于是他也将人偶绑上头巾 准备施展咒术 故事再度回到天挑五轮的会场 此时天空突然飘起雪来 目前颜纳亚罗只剩下主将大森政一人 只要赢了他就能进入天挑五轮道会的决赛 扛下此战的当然也是男俗的主将剑陶太郎 此时的风学越来越激烈 当陶太郎阵上擂台时 感觉仿佛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给包围 而对手大森政也以卸下身符 换上战斗的树装 原来他竟是一个年轻且留长发的和尚 我是颜纳亚罗第57代的大森政朱红元 我是男俗一号生的笔头 剑陶太郎 两人互报完姓名后随即开打 朱红元的伸手不凡 双手双脚上的刀子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对陶太郎一连串的快攻 两人正面互砍之后 双双的负伤 体积方面算是平分秋色 不过朱红元却说 这场雪下的月大 表示老天爷希望他获胜 接着他不晓得从哪里变出一块布来 遮蔽陶太郎的眼睛 陶太郎将布砍成两半后 却发现朱红元消失在雷台上 最厉害的是这块布遮住的是上帝视角 连在场边观战的人 也不知道朱红元消失到哪了 突然从雪地里冒出五把刀刃 将陶太郎包围 这便是颜纳亚罗避记 前场五方阵 因为颜纳亚罗的布里常年积雪 所以朱红元练就了一身雪地作战的技巧 这时雪地中的五把刀刃突然快速朝陶太郎攻击 这种速度简直令在场观战的众人不敢相信 加上受到鸡血的影响 陶太郎的行动没有以前的灵活 一旦筋疲力尽跑不动时 身体必会被砍成两半 突然刀刃的攻击停止 变成以极快的速度在陶太郎的周围旋转 此招名为颜纳亚罗避记 浅必转回阵 瞬间五把刀刃全部集中朝陶太郎而来 陶太郎将刀插入地面躲过这击 不过刀尖却被折断 落地时小腿也不慎遭到砍伤 整个人差点被这秘籍的攻势一波带走 不愧是南俗的大将 普通人被集中马上就变成两半了 本来想再跟你多玩一会儿 可惜没时间了 解决你之后我还得收拾你全部的伙伴呢 蛤 原来不是大将死了就算输啊 还要把人全部都收拾掉啊 诶 看 那到底射大将死要用来干嘛的啊 朱宏园又改变了招式 这次所有的刀刃都藏到雪地之中 此招为颜纳亚罗避记 前藏隐疾症 就在刀刃隐藏的同时 一切杀气也都消失无踪 陶太郎突然用刀割了自己的手腕 将血洒在自己的周围 形成一个圆圈 接着拉下头巾盖住双眼 指出新眼剑一支太刀 利用在低温下血液的急动性 在雪的表面制造活膜 这时突然有东西靠近 发出了极小的声音 陶太郎立刻挥刀斩杀地跳起来的物体 接着从后方攻过来的两把刀刃 也一样被新眼剑斩杀 原来这藏在雪地中的小东西竟然是雪属 随后雷电解释到 哺乳类肉食木鼠科学名高原白鼠 主要栖息在海拔6000公尺以上的中亚血源 它的特色是具有强韧的力量以及敏捷的行动力 由于经常在雪中生活 前肢又像土拨鼠一样的发达 别名凶血土拨鼠 而且肉质鲜美 在最好的中国宫廷料理满汉全息里 常被拿来当作主菜 以上再次太公望树林刊 动物栖息归类 就在四把刀刃被断了之后 第五只刀刃也就是朱鸿源自己 从雪中窜出来要给淘太郎致命的一击 但一样逃不过被新眼剑斩杀的命运 胸口遭到重创 喷出了大量鲜血 不过朱鸿源并未这样就放弃 只见他弯下腰来 将脚上的护具拆下 拉长之后竟然变成一个滑雪板 在雪地中你的行动依然无法自由 不过我却还有一个招式 颜纳亚罗秘技 雪波单凑挺 朱鸿源以滑雪板在雪地上滑行 快速地展开攻击 反观淘太郎则是膝盖以下被雪覆盖 身体无法照自己的意识行动 不过大家也知道淘太郎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对手的功夫他都一定会 淘太郎把刀插进雪地 用雪泼在朱鸿源的脸上 朱鸿源回神一看 这次换淘太郎消失在擂台上了 哼 想用我的招式反制我 你以为这种小把戏行得通吗 你血的颜色都渗透到雪地上了 朱鸿源一刀往雪地里刺去 结果刺中的竟然是雪属的尸体 接着淘太郎从他的背后跑出来 对着朱鸿源当头一披 但是这刀竟然砍到一半就停止了 哼 真可惜啊 看来你是因为天气寒冷 以至于身体冻伤不听使唤 这是怎么回事 一瞬间全身剧透 而且身体僵硬动弹不得 原来这是颜纳亚罗长老们施展的彼岸怨奏纱 本来他们是想直接刺穿陶太郎的心脏 但若是被朱鸿源发现他们插手的话 一定很生气 所以就只封住陶太郎的手脚 让他身体动不了 现在的淘太郎连规刀都很勉强 不明所以的朱鸿源一刀砍来 将淘太郎的刀给打断 别挣扎了 如果你投降的话我会饶你一命的 我们南俗合约跟雅典娜的血汗合约有的比 他们是做到死都要爬起来 我们是不能投降只能打到死啊 说完淘太郎捡起地上的断刀 闪过一拳后 用嘴咬住刀柄刺进朱鸿源的胸口 这怎么可能 安息吧 边怀念你故乡的血缘 不过就跟剑淘太郎一样 朱鸿源也是具有南俗的精神 只有战死没有投降 他就算拼着最后一口气 也要继续战斗下去 淘太郎拨开他的拳后 用剑柄使了一招 无限一刀流 视之当龙剑 这下朱鸿源再也站不起来了 怎么会这样 少祖居然落败了 少祖是唯一继承 正当闫纳亚罗大生这个血统的人 闫纳亚罗三千年的历史 竟然就要结束了 我等长老必须自杀以负责 不过在此之前 这个人也要一起死了 正当闫纳亚罗的长老 要用掙扎淘太郎的心脏时 却发现朱鸿源还活着 视之当龙剑 只是将他的关节战时移位 让他无法行动 接着淘太郎取下手上的纱布 替朱鸿源包扎 这时朱鸿源才发现 淘太郎手臂上的斑点 是闫纳亚罗的 彼岸怨咒杀所造成的 原来他刚刚打到一半 突然动作迟缓 不是动伤的缘故 而是被施了彼岸怨咒杀 在这种情况下 居然还能打赢自己 朱鸿源已经是输得心服口服 并祈祷南俗能在决赛中 有好的表现 四中的长老也把剑桃太郎 当作闫纳亚罗的救世主 至此 南俗终于可以进入 天挑五轮的决赛 不过真正的战斗 从现在才要开始 今天的内容就先介绍到这边 下回决赛第一战的对手 将是职业的暗杀组织 宝龙黑莲珠 南俗二号生的笔头 赤石钢刺终于要登场了 请每周三六晚上九点 记得收看 不负责任风洞班之 魁南俗系列 我们下期再见 牧场前面 每周三个月 悟 M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